第26题,骑脚踏车速率稍快些,转弯时人车会自然倾斜以利过弯,主要的原理为何,这是老师上课教的,然后脚踏车要转弯的方法一是转龙头,方法二就是压车,也就是让它倾斜,这透过某些力量的合力制造出它转弯时所需要的向心力,所以我们人车自然倾斜以利过弯的原因,就是因为它要能够产生,让它过弯转弯时所需要的向心力, 第26题问我们说,主要的原理为何,我们答案选的是A,提供转弯时所需的向心力